陳冠廷委員發言 陳冠廷 陳冠廷不在 陳雪森委員發言 陳雪森 陳雪森 我把頭腰不發言了 下一位請 黃珊珊委員發言 黃珊珊 黃珊珊不在 林思銘委員發言 林思銘 林思銘不在 王美惠委員發言 王美惠 王美惠不在 張嘉峻委員發言 張嘉峻 張嘉峻不在 蘇清泉委員發言 蘇清泉 蘇清泉不在 徐清泉委員發言 徐清泉不在 林沛翔委員發言 林沛翔 林沛翔不在 高晶宿媒委員發言 高晶宿媒 高晶宿媒不在 麥玉禎 詹委員發言 麥玉禎 麥玉禎不在 邱之惟委員發言 邱之惟 邱之惟不在 羅明財委員發言 羅明財不在 蔡毅魚 蔡毅館不在 陳冠廷委員發言 陳冠廷 陳冠廷不在 陳雪森委員發言 陳雪森 陳雪森 我把頭腰還不發眼啊 NCC所有的官員 國文這麼差嗎 其實這本 門新質問 這一本裡面 有兩個主題 一 是業務報告 二 是換照過程的報告 我請問 到底換照過程 過程當中 你們這裡面寫什麼 可以不可以告訴我 在哪邊 你們是避重就輕耶 拜託 換照才是問題 但是你們為什麼都避重就輕呢 反而這個部分 但是今天我會提這個 我不是在針對NCC 而是給所有部會的人 不要拿去年的東西 這是對立法委員 對國會一點不尊重 但是你們在這裡的部分 真的耶 你看來看去換照的過程當中 也沒有啊 所以我不曉得這個是怎麼報告 那我也同意主席這些裁定 是否就大家參與 但是一個座談會 一個溝通 這個也是一個立法委員跟部會 部門來做溝通的 當然是可以 當然可以尋打 所以我是認為啦 會議規範規定的很清楚 只要主席召開 行事不拘 但是認為不足 主席是有權利這樣裁定 他怎麼裁 我也支持 但是這裡面內容 真的是缺乏嘛 那有沒有可能今天就 這個尋打是談過去或未來要做的事 這個也都是一個今天召開會議主要的問題 可是這一本當中 真的啦 將心比心 看完以後 因為我們很認真去看 我們都可以給你算出多少個字 一萬三千多個字當中 九千多個字 都是去年所報告的用詞 欸 你們真的NCC所有的官員 國文這麼差嗎 換個形容詞 換個用詞不是很好嗎 所以我認為如果要參閱 那同意大家參閱 那下個禮拜或者招委 不管兩位招委 排個時間我們大家都可以來談 可是今天事實上 我認為談這些內容 主委去做報告 我認為都不妥當 搞不不妥當 所以敬請主席做裁檢 我想NCC陳曉翔先生 在擔任主委的這段時間裡面 不只是把我們國家 最重要的媒體公器 來把它吊銷執照 讓我們的國家已經成為世界的一個 在檯面上的一個極權國家 不讓各種民主的聲音能夠表達出來 真的是毀線亂正 莫此為生 今天不是陳曉翔想要下台而已 還要對整個他過去 為什麼吊銷媒體的執照 而在法院又15年拜 這個過程中每一次的開會 到底誰主導 能夠扼殺媒體的聲音 我們要一個清楚的一個答案 所以今天會成立調閱委員會 把所有NCC過去這段的惡情惡狀 要讓全國國人能夠了解 民眾有資的權利 我們全力支持台灣民主的聲音 民眾黨台上黃國昌 他有批評說這個 好像報告交上來跟去年七成像 好像漲潮 這個一直都是不只是NCC 是民進黨各部會啊 過去八年來因為一黨獨大一黨專政 把國會視為無誤 民進黨的委員也把自己當作 是行政院立法科的科員 所以呢 對於行政院所有部會的相關的報告 都不以為來也不當一回事 但是今時今時已經不一樣了 我們會嚴格監督行政院各部會 不只是NCC 各部會都是敷衍了事 我們會全力的來監督民進黨 讓所有的部會 必須正面的來面對 全力的解釋 主持人想問一下 昨天黃國昌史說 NCC的報告 金融公司照照 你小心但是做完還不做 但你怎麼看 NCC是一個監禮機關 我們本來業務就延續 所以很多的內容 當然會有延續的部份 那當然那個統計數是沒有 本來就不太一樣 而且最近我們還有成立 我們紀網路重播辦公室 所以還是有一些新的內容 還有很多的 謝謝 那有打算重寫嗎 沒有這個重寫的問題吧 你如果說委員有需要 那讓我們了解更多詳細的內容 然後我們需要補充報告 我們會 不過對這次換照審查的報告 不過對於比較爭議的 像是關中天還有 靜電式的案子 好像都沒有提到 因為我們的委員會這邊要求 是一種通案式的報告 所以我們今天 對於我們的指教 我們會補充一些統計資料 那現在就是中天這個案子 其實我們已經中天已經是五勝訴 那大家就會質疑說 NCC這個行為是不是有明顯的下次 沒有所謂五勝訴的問題 我們目前跟中天的 訴訟還有10個案件在手裡 總共它採取的是26件 我們有14件是勝訴或確定 那中天真正試訴確定 只有兩件而已 那10個案件在進行當中 不會有什麼15勝的這些問題 我想問一下怎麼看出這個NCC 這個兩套標準 就是對於這個3D跟靜電式 似乎跟中天的這個部分 是不太一樣 這個不用看嘛 這個想用腳踏襪想就知道 因為他叫做陳耀翔嘛 所以準別落跑 那不過清德兄我過去對他的觀察 我昨天也提出建議 假如透過之前那個 某被下架的電視台 那種行政訴訟 每個訴訟都打贏的話 那我建議清德兄應該在這個時候重整 把這種違背 違反所謂的言論自由百分之百的 清德兄在台南市 把我們台南市議會跟市政府之間 兩條道路改成南農大道 就是要紀念這南農當時爭取言論百分之百 所以如果能對於這種被撤照的媒體 做出損害損壞的回覆 那我想這是一個重新凝聚台灣回到民主法制之下的 所謂百分之百言論自由保障的基礎道路上 這對於他可能就會突破 他不是40%的總統 田中文教師 我們都在為進了 你 好球